过去的3D列印技术出现之后 有非常多的应用 但是现在出现在最大的社区当中 这个地点就在美国的德州 可以看到这里的3D列印房屋 总共有100栋完全是一个大社区 地点就在Texas Joy Town的Wolf Ranch 这个社区里面 其实从2022年11月份开始动工 目前已经接近完工了 大家可以发现到它的墙壁 其实过去在工程上面 需要5个工作人员 现在3D列印的加持之下 只需要一个人加上操作 就可以完成 而这个Vulcan的列印机 其实宽度就有13.7公尺 重达4.75吨 所以其实要建造起来 也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列印机 当然列印出来的房价相当的漂亮 因为目前的这个价格 大约落在45到60万美元 不等不到台币2000万元 而且已经卖出了四分之一以上 而过去在美国房价 大约是3000万元左右 所以相对来说 它也比较便宜一些 而巨型的桌面3D列印机 其实三个礼拜就可以列印出 一栋一个单层三到四房的住宅 不过在列印方面 还有一些技术需要克服 因为在地基跟屋顶 还是需要传统的人工安装的 说了这么多 好像优点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其中有一点是 虽然它的墙壁厚实坚固 可以防极端电器 但是你在使用WiFi 跟一些网络传输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影响 德州乔治城的这个住宅建案 施工很特别 房子全是3D列印打造 这台大型列印机 宽度超过13公尺重4.75吨 在乔治城改100栋房 业者声称这是全球最大的3D列印社区 于2022年11月开始动工 预计夏天结束前就能完工 与传统建筑相较 叠印机建造材料为混迷土粉末水沙 和其他材料混合 透过独层列印盖房 至于地基和屋顶部分 采人工方式搭设 每间房屋都采单层形式建造 平均需花费三周时间完成列印 已有缘无助 人家感觉感觉到 白均需花费四周时间 所感觉到 毕竟的青春据 原生市链 業者說這樣的房子能防極端氣候 防水防霉防白衣等同時相當環保 可減少建材浪費 不過也不是零缺點 3D列印房售價建於四十萬美元到六十萬美元之間 價格因大小形式而異 超過四分之一的房屋已售出 業者改變傳統蓋房的型態 也和美國太空總署NASA合作 把3D列印技術帶到月球建造 探測基地等的平台建築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易景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